心灵蜜豆奶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刘群茂 今天要和大家分享情绪温度计 有一篇文章的主题叫做 找出你的愤怒源 里面提到 如果生气是你的常客 那么你就可能很需要 先找出自己的情绪温度计 并且试着找出生气的根源 譬如有一位女士 她对外遇特别敏感 随着年纪渐长 内心更显得不安 她对丈夫的限制也越来越多 有时她看到那些年轻貌美的女生 就觉得她们有勾搭男士的嫌疑 也因此经常生闷气 明明人家没有惹她 但她就是看不顺眼 动不动就生气 也不知道为什么 后来这位女士 找出内心深处害怕的根源 原来是她受到小的时候 父亲外遇的影响 使得她对外遇特别敏感 自从她了解了自己 莫名生气的缘由之后 她反而就不再常常生气了 相反的 透过每一次的生气 她就更加的了解自己 并且找到了情绪引爆的关键 文章中说到 当你使用情绪温度计 在平常养成记录情绪的习惯 掌握自己生气的时段和原因 包括情绪起伏的刻度 从零到十分 更细微地去觉察情绪的变化 正确地表达情绪等等 那你将成为情绪管理的高手 亲爱的朋友 圣经上有一句话说 人生中许多的错误或悲剧 就是因为没有好好掌管 自己的情绪和言行 导致了许多遗憾的事情发生 曾经就看过一则新闻 有一位年轻人 因为被堵在车阵中 因为太不耐烦了 就逃出一把枪对空鸣枪 其实他只是想 发泄自己的情绪而已 而很不幸地 竟然有人重担 这位年轻人事后 非常的懊悔 他说 我为此每一天 活在噩梦当中 只因为一点挫折 没有想到对空鸣枪 却打到了一个男人 而这个男人是一个丈夫 也是一个孩子的爸爸 却因为他的情绪失控 让一位妻子失去了丈夫 让孩子失去了他的爸爸 亲爱的朋友 每一种情绪 都有他特定的击发点 而每一个人 对于愤怒的引爆点 是不一样的 同样一件事 在这个人身上 可能他会大发脾气 但发生在另外一个人身上 他却不觉得有什么 所以我们需要知道 自己的愤怒引爆点 自己愤怒的按钮是什么 就像刚刚故事中的 那位女士一样 她对于外遇 特别容易敏感 但她懂得勇敢面对 自己的内心情绪 就找到问题的根源 今天上帝要来帮助你 找到愤怒的原因 并且医治你过去的创伤 使你可以不再被过去的伤害所影响 活出全新有盼望的人生 但愿使人有盼望的上帝 因信将猪般的喜乐平安 充满你们的心 使你们借着圣灵的能力 大有盼望 以上节目由中广流行网 罗娟大伟主持的早安EZ GO直播 欢迎电台 好家庭联播网联合播出 士林林良堂 祝福您有美好丰盛的生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